各位 今天是五日来动节的开始 亦都是中国的第三个航空母舰开始海事的旨 而同时这边有另外一个好消息 就说中国的中国各航和南方航空公司 继续接着中国东航之后 宣布向中国商飞购买各100架中国国产C919 总成交金额达到207亿美元 等于人民币是1,500亿 这个对于推动中国本土飞机制造商来说 可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这个应该就是东方航空的C919 我想它不会拍摄另一个飞机给我们看吧 就是说在4月29日晚 南方航空公司就发布公告就说 中国商飞和中国商飞订立了协议 会在中国商飞购买100架C919系列飞机 这些飞机将会在2024年到2031年 这段时间就逐步交给公司 根据中国商飞提供资料 一架的C919定价 大约是9900万美元 这个是目录价 所以价格是99亿美元 但是加一点减一点 比如加多些机里面的娱乐设备 或者一些东西 所以那个价格是一个商业秘密 我们实际上不知道 但无论了100架飞机 我想这个订单就实了 实了之后 商飞就要扩展它的生产难力 第二条生产线已经开工了 准备加大生产 看样子 南方航空公司所订的飞机 对它有非常大的有用 这个可以解决 南方航空公司目前有的集体飞机 即是只一条通道的飞机 陆陆续续要退休之后 就可以换新飞机上去 所以估计这把飞机 根本完全被航空公司吸收了 同一时间 在早跌时间 4月26日晚 中国各行亦发布公布 亦都跟商飞订了100架 C919 亦都计划在2024至2031年 就要分批交付 换句话说 只是这两个航空公司 在商飞订了200架 根据商飞的安排 希望2024年 它本来可以交付30架飞机 看样子 2024年交不到30架飞机 到目前来说 除非它突然间 在后期 交付速度提升 大约今年可以交付15架 每年有30架飞机 要交给这两架航空公司 再加其他订单 如果商飞可以将它的生产速度提高 例如一年可以出50架或100架 可以应付市场的需要 而这里突显到 这个有非常丰厚的利润的 商用客机市场 中国正在可以抢到一碟羹 这个背景是什么呢 就是波音飞机被人打压 没什么的 频频出问题 当然自然不买 在这个情况之下 给了中国商飞一个机会 如果可以好好的把握到这个机会的话 相信中国在这个中型飞机的市场 就可以打开一个局面 另一方面 C929也陆续了 就已经传出一些可能会是非的消息了 这个好消息 如果真的可以做到 譬如今年或者明年中 C929是非的话 中国在未来2035年附近 应该在国际航空市场上面 会打开一片天地